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务卿布林肯 商务部长雷蒙多 罕见的共同列席国会作证 这是参院拨款委员会 针对美中关系预算的听证会 美国国会通过的2023年度预算 授权五角大厦比照军援乌克兰模式 以总统拨款授权PDA的方式 提供台湾最多10亿美元的库存武器 彭博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星期 就会透过总统拨款授权 提供台湾第一笔5亿美元 相当于台币154亿的军事援助 奥斯丁也证实在近期就会提供台湾军援 奥斯丁表示由于中国威胁日益增长 强化台湾威慑更需要全面的做法 包括总统拨款授权 外国军售和外国军事融资 以及第三方支援跟台湾自身能力 布林肯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 让各方克制不采取片面行动 试图改变现状 维持台海几十年的和平稳定 美国应该继续维持一中政策 另外美国众院外委会以口头表决 无意义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 法案修改2020年生效的台北法案 强调联大2758号决议案 只是处理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 并没有涉及台湾及台湾人民 在联合国及相关组织的代表权 世界卫生大会21号在日内瓦登场 不过台湾到现在还没收到邀请函 TVBS新闻黄松普尼佳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